宜蘭市文化志工今天带着幼儿园的小朋友 畅游宜兰孔庙、碧霞宫还有宜兰美术馆 透过精彩有趣的故事解说 让小朋友更认识自己生活这片土地上面的文化与艺术 幼儿园小朋友跟着文化志工阿嬷来到宜兰美术馆 了解版画作品的特色 面对不同年龄的解说对象 志工阿嬷瞬间也变成了孩子 用童言童语吸引小朋友注意听 那他有没有觉得他会在动 海浪 像海浪 像什么 水 水 对 它是一种反化 你看哦 像它 它有空的 真的 它就是这样 它有点像水波的波纹对不对 这很像这种 是喜欢我们宜蘭的在地文化 因为我就住在这附近 那我想说有人来这个餐馆 我就把它宣导出去 把我们宜蘭的美把它推广出去 没有啦 只要跟他们一样 觉得自己年龄跟他一样 就有共同的语言啦 把自己当小孩 对 对对对对 不只是宜蘭美术馆 事工所培训文化志工上线实习 还带小朋友到宜蘭孔庙宜蘭碧霞宫 认识家乡文化历史 我们宜蘭市的文化志工 培训完成之后啊 他们的第一趟任务啊 这三天他们要负责 我们宜蘭市幼儿园 总共22个班 380位小朋友 他们的户外教学 我们特别把户外教学的活动 安排在我们宜蘭这个旧城里面 那我们宜蘭的旧城 原本就是很有特色的一个文化 历史一个很多的景点的地方 所以我们安排了宜蘭美术馆 刚好也在进行 我们亚洲太平洋地区 最大型的版画展 然后我们安排了碧霞宫跟孔子庙 我们最主要要让我们的小朋友 他文化可以从小扎根 不只要一直说故事 对小朋友导覽解说 还要把美术馆变成游乐场 推推后中的金库大门 每个人体验盖硬化 开心的结束校外教学 宜蘭新闻记者黄竹汉听不到